如果在前运会女单比赛开始前 让球迷们预测女单冠军最后的归属 相信孙颖莎和陈梦一定是最大的夺冠人们 毕竟两人是东京奥运会决赛的对手 至于首饰皮卡没有单打资格的王曼玉更多倍 认为是明日之星 可是经济体育本来就是创造奇迹的地方 在前运会女拼的比赛中 王曼玉创造了自己的奇迹 9月24日在混双决赛中 王曼玉出现了膝盖的伤病并且最终丢筋 这也一度让很多球迷带伤上阵的王曼玉很难 通过陈梦这一关 可是在对阵陈梦的比赛中 王曼玉仅仅试探了4个球 确定了自身伤情的情况后 就开始火力全开 甚至在第三局比赛还打出了11比3的悬殊比分 最终4比0横扫了陈梦和孙颖莎会是决赛 在决赛的舞台上 孙颖莎依旧是被看好的一方 毕竟孙颖莎对阵刘诗文的比赛仅仅用了44分钟 她的状态和体能储备会比带伤上阵的王曼玉更好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奥运金牌得主输了 银牌的孙颖莎也没有能够扛得住王曼玉 最终王曼玉4比0横扫孙颖莎夺得全运会女单金牌 在击败孙颖莎之后 王曼玉的庆祝动作也是引发了很多球迷热议 在赢球后 王曼玉一直捂着自己的脸 王曼玉为何会这样做呢 显然即便是赢了球 王曼玉也一直难以相信自己完成了奇迹 是的 一个奥运替补逮捕选手 一路击败奥运金牌得主 拿到了最终的冠军 当教练员拥抱王曼玉的时候 王曼玉脸上呆梦和难以置信的表情也告诉我们他 无脸庆祝的内心所想 一切很美妙 美妙到王曼玉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个事实 不过王曼玉胜利的背后 最高兴的人却是刘国梁 为什么呢 在张一宁之后 女拼一直缺乏大魔王的接班 而如今王曼玉身上的两点特质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啥特质呢 一是王曼玉偏男性化的打法 让他在场上占尽优势 这个优势也将被带到国际赛场上冲击对手 二是王曼玉的抗压能力 在落后的时候 王曼玉的自信和抗压能力绝对是 女拼中名列前茅的 甚至有时候落后反而更加能够激发起 王曼玉的冲击和能量 这一点也是要成为大魔王必须具备的条件 技术可以练 身体天赋和心态却很难打磨 而如今 王曼玉具备了这一点 或许他就是下一个大魔王 这样的情况 刘国良如何能够不暗自大喜呢